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你相信一片雪花的周长可以超过地球的直径吗? 从直观上来说,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但实际上雪花的周长却远远大于地球的直径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违反常识的现象呢? 那就要从1967年,数学家曼德罗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起 论文的标题是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 因为在此之前,曾有人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不同国家的资料中,对于英国海岸线长度的记载都是不同的 最多甚至可以相差到20%左右 一个看似简单的数据,居然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测量机构使用的最小指标是不同的 比如当我们用200公里作为标尺进行测量 就会忽略掉200公里以下的那些弯曲的细节 得到的数据是2400公里 如果用100公里作为标尺进行测量 得到的海岸线长度就是2800公里 而如果我们用50公里的标尺测量 又会得到3400公里的长度 也就是说,测量的尺标越小 测量出来的数据就会更加精确 得到的结果也就会更大一些 由于实际中的海岸线都具有复杂崎岖的边界 无论放大多少倍 它的形状和曲折复杂程度都是大体相同 这就是自然界中的自相似现象 所以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测量精确到分子分子 甚至无限小的尺度 那么得到海岸线的长度就会变得无限长 一个有线面积的区域 却有一个无限的周长 这个看似毛病的现象悖论 它被认为是现代分行理论研究的开端 分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相似性 如果将一个正三角形的每条边平分成三份 再以每条边中间的一份为边 向外做一个正三角形 经过多次重复上述操作 就会形成一个类似雪花的图形 这就是瑞典数学家科赫 于1904年提出的科赫雪花 它是一种典型的分形曲线 无论我们把它怎样放大 它都依然保持和原来一模一样的结果 所以理论上来说 科赫雪花的周长就是趋近于无限的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介密